歡迎大家收看最新一集的《股壇思見》 我是主持梁君宇 在我身邊有施永青先生及施基金基金經理李浩德 浩德在節目開始時,才要恭喜你 施基金基金價格又創出新高 其中你們持有的十大持有股 順豐出了業績非常好 股價連升兩天都是停板 你會否跟觀眾介紹他們的業績是怎樣 或者你的策略會繼續持有 還是會再買多些 香港人應該不會太陌生 很多家庭朋友平時都會去淘寶 淘寶選擇送貨時,都會很自然選擇順豐 始終是一間香港人的公司 不過他其實是在大陸上市的深圳上市 最近我和施生在其他節目內 都有深入討論過 剛剛這個星期二,他出了半年的業績 當然業績出來非常好 不單是收入的增長 和盈利增長 不單是超越大部分市場的預期 所以剛才說,你放在三浦 今天我們拍攝星期五 其實兩天都叫做所謂的漲停 A股是10%會漲停 背後其實… 升了20% 對,20% 當然最主要原因,第一就是我們有分析過 一間公司本身的競爭力很強 在這段時間,疫情底下 他們不單止沒有因為所謂的減價戰 而令到自己的無利率受壓 反而因為這段時間,很多消費需求 對一些所謂的時效件 比較要求質量的發檢服務 其實需求大了很多 亦都幫助了他們 而同時之間,當市場 在今年各行各業都叫做比較差的時間 其實所謂的快遞行業 上半年整體增長都不差 有10%多 不過信封就不單只有10% 有40%多 在一個非常好的行業的賽道上 其實他們的表現都不錯 那為何它可以增長這麼多? 當然這就是和它的先天競爭力很大關係 我們之前說過 其實本身快遞行業 當然這幾年受惠於電商的發展 受惠於整個經濟活動比較多 因為我們大陸是地踏入博的 需要很多人流物流的配套 其實這幾年有程度 都是承著大趨勢去建立 而當中,其實以往很簡單 大家覺得快遞 都是找一些低知識、低實的人士去派送 但是去到現在 由於量去到很大 所以其實質量都轉變了很多 如果大家細心一點看它年報 其實大家覺得它不像一間快遞公司 我常說是一間科技公司 譬如說 他們現在已經有無人機的送件 已經開始了 尤其是由今年疫情階段 他們在大陸更加多的地方 配合當地政府的需要 其實就有這些無人機派件 已經飛了幾百小時 基本上 有大量的也有小批量 還有其他 譬如說 現在用所謂AI概念 雖然大家好像很流行的字眼 譬如說他們真的可以用一些比較具體的操控 譬如說他們已經怎樣預期 那些物件的需求在哪個地方出現 譬如說他們怎樣調配去人手 因為傳統就是要請多些人去收檢和派件 但這件事當在現在這個階段 有規模和現在科技的進步 令到法國原來真的效能有規模和沒有的差很遠 所以這段時間 它的規模就突顯得比較重要 看法已經是一間墨樓的科技公司 我自己覺得是 而這件事其實我覺得都是一個比較早段的發展 我們還是早段 因為其實當然它已經做到很大的龍頭 在網上見到一些很先進的 一間一間貨在自動帶那邊 走到那邊就轉左 走到那邊轉右 又去不同的地方 全部都自動化 人工智能 不過我見有很多人在街邊貓派的 傳統快遞業 剛才就有施先生所說 還有很多 當然 因應住很多最主力的快遞行業 都是你一般的運件 但其實如果大家有興趣深入了解一下 其實他都有提及過很多 由於我們大陸的經濟發展出來之後 其實有很多新的業務 例如說 有些懶庫 由於比較貴價的食品 例如醫藥的疫苗等等 因為它的價值含量比較高 整個輸送鏈的要求比較高 這些隨著現在大家 給得起錢去做這件事 其實都引伸了很大的需求 這些都是在他剛剛的業績當中 反映了 其實當我剛才說 他整體的業務 可能30-40%增長 這些所謂的新業務等等 是50-100%增長 我見他的機隊 有自己的飛機 例如飛機都數以十步計算 他自己擁有的飛機就數十步 他包含的 即是和其他航空公司合作的 都不少 現在基本上 在國內空運貨物的市場 發達是十多 每100件貨物 你比10多件貨物 都是靠順庫去營運 即是他的規模 即是普通香港人聽下去 相像螺絲 現在順豐每天運的貨物 是1,000-2,000萬 是很誇張的這個數目 甚至上次也有說過 其實順豐未來會有自己的機場 他自己在湖北的機場是惡州的 他未來比Amazon更快 Amazon的機場好像今年才剛起 但順豐自己的機場已經很快 今年內完成 似乎他們的發展越來越快 亦有一種說法 物流業正正代表 當地經濟發展得好 物流業才會蓬勃 會否都反映到業績這麼好 其實內地經濟比想像中更強 或者越來越好 施生怎樣看 其實 疫情的防控方面的工作 中國是中國做得相對好 最初在武漢爆發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很擔心 中國的科技、醫療都相對落後 給別人的印象 因為我以前都在中國農村 做些農村工作 那些醫療方面 都是相對落後的 但這次疫情都對他是一個檢閱 我見後期他們的醫院都相對現代化 譬如檢測那些 他都做得全面 將那些感染的人 遲早找到處理 一旦發現 如何將區份局限在那裏 不讓它傳現出來 都做得好 疫情控制得好 你才可以恢復生產 現在我看大陸的經濟 恢復得相對好 我們的同事 或是我們公司的熱積 在內地都有30多個城市 基本上都恢復到前兩年的水平 武漢就遲少少起步 但現在都陸續正常化 即是武漢的業務都變得正常 經濟正常 例如你到處都未動 你恢復生產 有供應 別人沒有供應 都要光顧你 雖然有貿易戰 中國的出口 仍然有增長 先生,我們講起同事的生意 內地的房地產市場 很多人都很關注 內房股近來走勢可能弱一點 你如何看近來內房市場 會否交投或價格方面有變化 內房其實經歷過過去那段時間 高速發展 中國在解放後頭的30年 沒有甚麼興建過樓 即是當時,我經常回上海 即是四九到七九 四九到七九,沒甚麼動作 因為我家人在上海 有時去上海 去上海,這麼多年都住華僑飯店 都未建過一間新飯店 我去上海,即是九二年都回上海 要找地方開寫字樓 找甚麼地方 根本沒有地方 最初在酒店、租間房 做自辦公室 最後在別人的廠 畫一夕給我們做辦公室 門都沒有,找一條布鏈出入 更有趣,找不到舖 因為他根本沒有建過樓 我們在別人醫院的花園 醫院給我鑽穿牆 鑽進去,做了分行 還有一間在教會 都鑽了個牆 給我進去,做分行 因為他有圍牆 鑽在後面,搭小便做分行 即是甚麼樓都沒有 但接著30年,晚起 起到現在,有一些地方都起到飽和 即是,如果你再起,其實會浪費 當你供應不足,以前起少了 你起出來的樓,都是有用的樓 但現在已經很多地方起突了 起突了,你再去起,就沒有用了 所以大陸政府,一直都開始壓抑房地產的發展 所以每年的總產量,一定不會再增加 變成要靠地產發展商要做得好的 要吃隔壁的樓 前幾年,他們全部都在一些 小的做不住的,去拿別人的快地 因為小的,可能錢又不夠 因為政府叫銀行,沒有借錢給地產商 借都貴一些 小的做不住,被大的吃了 現在我相信,當總量沒有增長的時候 房地產公司的熱積,會去到頂 你看很多都要轉型 有些做電動車,有些做醫療 知道再做,都是差不多 所以房地產的轉型,增長就有受高限 轉型的公司,我們上星期提及過 美國上市的貝殼 我知C基金也持有 上市之後,股價非常厲害,節節上升 它很典型,雖然只是做代理 但其實有很多科技元素 浩德,你怎樣看股價差不多是500億市值 是否還有投資價值 當然,我們上集都很詳細分析過關於這間公司 在國內,它製作傳統的所謂房地產中介 加入一些所謂新的科技元素 變成一個開放平台 大部分新經濟的概念都是 一個開放平台,不坦靠自己 去facility 不同的買家、旁人買家 似乎它的規模這幾年,都是增長得比較快 當然,它都頗依靠鏈家自己 尤其是二手房上高 它最初就做直營的公司 它開了一間鏈家,直到中原去對抗 去到某個位置,它發覺開直營公司 成本很高 我們這個行業,要聘請很多人 我在內地,現在也有四萬多人 它有十多萬人 我中了十多萬人 是的 我有一千多二千間店舖 我相信它有過萬間店舖 但它仍然這樣開,成本越來越大 一間一間去開 它想到的方法是甚麼呢 就是加盟 即是它是搭建一個平台 它原本用鏈家,已經有很多盤 它的平台,即是它的網站 因為盤多,默克引其他行業去加盟 加盟之後,就可以將不同的細行盤組合 細行的人員,又可以發揮 它不單止有一個盤口共享的平台 它還有管理,怎樣可以系統化 即是將服務水準提升 顧客的體驗提升 所以它搞了一個叫貝殼 原本它叫鏈家 現在它上市都是用貝殼上市 貝殼就是一個平台 給所有的經紀都可以加盟 可以一起共享的資源 這個方面,它可以在短期內 生意做得很多 現在很多做生意都不是純粹 只是看它盈利有多少 而是它的市場佔有多少 它可以對市場有多大的話語權 定價 很多都是經濟 它初初出來,有時讓利給消費者 到現在它有定價權的時候 它收用都比人貴 我知道你研究過貝殼的一些長毛數據 它還是否屬於消費錢 即是非常誇張的公司 還是開始有少許收成 如果你看回水市文件 你見到它出來的盈利都是負數的 即是虧錢的 不過如果你細心一點 看看最近的18個月 你見到它本身的經營現金流 其實就不是燒錢燒得那麼厲害 這個對於資本市場來說 其實都挺有吸引力 我們經常說 近年我們都比較集中看一些 有想像空間的新經濟股 其實一個 尤其是股價或者資本市場 一個最大的改觀 就是一間公司由單單的概念 去到經營上 能夠不需要再靠外間輸血 能夠自己生存 其實那個風險碰壞 改觀的程度很厲害 鏈家似乎開始襲襲到這個階段 尤其是施生說 鏈家慢慢轉型做一個背房 當中要依靠很多 建立這個平台的影響力 即是要多些其他人去參與 這件事其實都是發展了兩年左右 這件事在現在的經營數碼上 其實就未真是完全證明 譬如現在可能二手房當中 有超過一半都在靠鏈家自己 接下來如果他真的證明得到 平台是多些其他房地震中介商參與 其實他的潛力都可以想像得很厲害 即現在一下子的覆蓋面大了很多 以前只要在一線城市 現在是二、三線、四線都有人去加盟 變成他對市場掌控能力高了之後 他和地產商討價還價能力的強 你叫我做這個盤 好,我可以集中力量 叫其他小經紀一起做你的盤 不過你給我多少勇 通常在香港都是地產商是強勢過做經紀 不要說地產商,業主也強勢過經紀 他有時可以強勢過地產商 變成他的華語權強了 他現在講數據 你掌握的數據越多 你的市戰率越高 你對市場就越有認識、越有判斷能力 你那個營運起上來的準確度就可以提升 現在他們不只是做經紀 他們的IT部門,我們以為有個部門有一層樓 整棟大廈都是做IT 你在超股文件裏面 我嘗試計算一下 其實都見到剛才施山講的現象 其實近年,以他們公告他們的G&B 即是賣樓整體數字,以及他們的收入 我嘗試計算他們的佣金收入的比例 尤其是一手上高,這三年都有上升的空間 剛才施山講,整個行業的量的增速 相對以前會舒緩 一手是舒緩,二手是增加 大陸有些叫增量的業務 有些叫存量的業務 二手是存在的量,所造成的業務 一手會慢一點 但整體來說,當一手會慢一點時 可能發展商更加依靠中介賣樓 對房地產整體的行業 其實佣金收入的比例會慢慢開始向上 因為那個角色越來越重要 以前人們不買,他們都衝到來買 因為樓價一直流行 可能這對整個行業的變化,都是一個比較重要的 各位觀眾投資者,真的要留意新經濟公司 其實今日還有一間公司,想浩德和先生評論一下 就是近來入了藍籌之後 或者將會入藍籌,股價不斷創新高的小米 浩德會有關於小米的分析,可以跟觀眾分享 這間公司上市一段時間,曾經跌得很… 有,小米的分析,未到實大 我們未到,不過比例都不小 我想排到最新排名,可能10至15中間 甚麼原因升這麼多呢? 當然,剛才David 提到幾個技術元素 因為他入了恆生指數 大家都知道,所有淹藍公司都會有所謂ETF 一些被動資金去買人 另外一個比較重要的元素,就是因為他剛出了業績 其實整體來說,都比大家想像是好 因為他幾個大的業務 例如你做手機 其實他現在的全球排名,市佔都不差 他排第四 除了國內,其實他在歐洲,在印度的業務 其實都做得不錯 印度現在開始被人排擠了 他都有說過,上半年比較困擾他們的原因 因為印度和中國間業關係,會不會有影響 他自己也有說過 其實上半年印度有影響 反而主要是因為疫情關係 令他當地的生產影響比較大 剛剛出現業績,上星期 他都有提及,大部份地方的反彈都很明顯 歐洲已經超越疫情前的水平 大陸都是 當然大陸因為華為被制裁下 其實小米是著數了 因為買不到華為手機 接下來的人就買小米 小米還可以用到美國技術 印度都說,已經去到七成、八成 這個整個反彈的圖像都比大家想像中好 而實際上,手機不希望賺太多錢 他經常說,不可以超過五個百分比 其他IoT的東西 除了手機,智能家居的電視等等 其實發展都比想用快 所以賺錢能力開始變強 就如我剛才所說 以往,大家覺得雷軍只懂得超級銷售員 不做生產 他最先是金山軟件出來 他其實做過很多公司 金山出來,又有獵豹 師生都很熟悉 師生都很熟悉的生意人 過往,大家對小米有一點戒心 尤其是早兩年上市後 財務安排 其實今次出來的上半年的業績 其實真的令到大家對他有些改冠 其實我年初,很多人問我 當這些所謂ATM,開始當炒的對小米 我經常說,他需要用他的業績引證給市場看 這次的業績就被他贏了一下 他上市後,都前水一段時間 十七分熟市 都一年多兩年 這段時間,很短時間在低位,變回創新局 尤其是這幾天 上週,都值得整個企業的營運 令到大家覺得有信心 剛才浩德,你提到小米受惠華為被制裁 最後一個問題,想問師生 師生,你認為現在TikTok、華為被美國制裁 你認為其他公司會報後塵? 或者趨勢,只要是中國科技公司,就會有風險? 風險就一定有 你越搞得好,風險越大 你沒有了道,就沒有風險 但這就無可避免 我自己看,中國會有越來越多公司 慢慢爬上世界先進水平 會不會受到影響? 我自己覺得,你可以另一個角度看 逢親受打擊,都是有前途 短期內,可能在歐美市場受到壓抑 但中國自己都有一個很龐大的內銷市場 利用這個市場,他都可以有機會了解顧客的需要 提升自己的服務 進而再打出國際市場 我自己覺得,接下來一定會有 反而不是好事 所以各位投資者,都要關注中國科技公司 其實競爭力越來越強 都不少,概念開始變成一個賺錢的企業 今集到此為止 如果大家有興趣了解私基金的資料 不妨Like我們的Facebook 或者去到網站 或者看這部電話 可以打電話給我們查詢 今天感謝大家